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即将在10月份发表的新一份市政报告 业界有哪些期待和建议呢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香港经济学家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参与讨论 两先生您好 今年10月特首李家超将要公布的是他任内的第三份市政报告 我们回顾他过去两份市政报告的内容发现 在聚焦经济发展方面 较多琢磨是在创新推动新兴产业 创新科技产业发展 但其实想到香港可能大多数人呢 会最先想到的还是房地产以加成这些关键词 直到梁先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首先想问问梁先生 是否在香港乃至大湾区范围内 传统产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呢 根据我们团队的相关的研究和数据啊 越港大湾区传统行业的富豪的数量确实是上去大多数的 而且呢 我们也发现外界不少富豪排行榜都显示出大湾区传统的企业家当中 从事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等传统行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这确实反映出了大湾区传统行业的深厚基础和在经济当中的重要的地位 但是富豪所在的领域和行业并不能完全代表越南大湾区的整体的产业结构 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根据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是比较多元化 包括先进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等等多个领域 这些领域的发展同样是对越南大湾区的经济和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大湾区的新兴产业也是在迅速的崛起和发展 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 新能源 智能制造等等领域的发展是非常的强劲 而且大量吸引了很多的投资 包括来自加拿大投资 还有大量的高端人才 参与这些行业的发展 而这些新兴行业的崛起和发展不仅是为越南大湾区经济注入了新的 活力 我们也看到也改变了越南大湾区原有的产业结构的这种格局 所以当前越南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是呈现出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并存的特点 虽然富豪大多数来自传统行业 但产业结构却不一样 是呈现出两者并存的特点 而且传统行业 虽然如房地产 传统制造业等等 还是当具重要的地位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看到新兴行业 例如这种高科技 现代服务业 人工智能大数据 无人机 无人船等等 也在快速的发展 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所以在未来 我们在研究中也预测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 的持续转型升级 大浪区的产业结构 有望进度的优化 一方面传统的行业 将通过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另一方面 新兴产业将继续保持 强劲的发展的市场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且我们也相信 大浪区内部还将加强 区域合作和协议 在同创性推动产业系统发展 和产业升级 好的 您提到的研究维度 是大浪区范围内的富豪数量 就像刚才说到的 大家想到香港会想到房地产 其实目前大浪区范围内 排位靠前的富豪 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房地产行业 这其中你认为是不是有一定的历史遗留因素在呢 在大浪区 尤其是在香港 我们确实看到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是比较多 这也确实是受到历史遗留的因素的影响 毕竟香港地少人多 土地供应是相对比较紧张 所以导致房地产价的长期是比较高期 价格比较高 而且呢 早期香港它是以贸易和金融为主 所以房地产呢 就成为大家投资的主要的方向 再加上感恩政府时期 政府是控制了土地的供应 通过拍卖土地或者这个财政收入 这也使得土地和房地产的市场 竞争非常的激烈 再加上呢 香港长期是实施这个低税制 这样呢 就吸引了大量的本地投资者 以及外来的投资者 进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 大家香港民众 大家都很喜欢买砖头 买房子 他们也是通过购买房子 来实现他们的财富的积累 虽然就导致不少人 费买房子 然后炒房子 然后这样就财富增加了 这也可以看出来 在香港 其实房地产买房 类似为稳定的投资方式 因此就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 但是我们也看到 虽然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 遗留的因素 但同时也产生了历史遗留的问题 例如高房价 导致了香港的住房 可负担性的问题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例如很多贪反 或者很多人住工屋 很群众买不散反等等的问题 我相信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 未来香港是需要 除了房地产之外 是需要在科技的创新领域 寻求新的增长点的 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协同发展 从中涨到新的行业增长点 是香港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那我想这也是特首李嘉超 一直以来在施胜报告中 对新兴行业琢磨较多的原因 那么在这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进行这种数字化的创新 以此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其次呢 特区政府应该提供 政策优惠和执行支持 鼓励传统的企业 向新兴产业领域去扩展和发展 并支持这种创新型的企业成长 同时啊 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未来也需要进度 加强教育和培训 尤其是培养那些 这种传统行业 又具备新兴技术技能的人才 这样才能促进跨领域的合作 是两个产业之间的合作 还有啊 这群政府 如果可以在这个新的施胜报告当中 建立新旧产业的合作平台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 就可以促进供应量的整合和协同创新 推动这两种产业的基因的贡献 这也是可以推动他们的系统发展的 还有呢就是在香港的社会 要打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生态的环境 推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合作 促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的运用 我相信啊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特区政府要进行分化的改革 从而进一步完善各样的服务的体系 一方面当然是金融服务 需要加强特区政府在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 为新型的产业传统的产业 尤其是这些产业当中的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第二方面就是新型的服务 我是建议在新的施政办法当中 特区政府可以考虑建议 限制服务平台 提供认策技术市场这方面的信息服务 帮助这些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及时了解这些行业的动态和市场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内地市场的需求 毕竟有14亿人口大市场 这方面的进行香港目前是非常缺乏 香港的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息息相关 而一直以来 粤港澳大湾区主动或被动的 被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对标 那么在您看来 特首施政报告关注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 是否传递出一种 想要向旧金山湾区模式转变的信号呢 李嘉陶特首的施政报告 重视创新和科技产业 正是为了推动香港的经济转型升级 以及向前发展 但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 香港完全变成旧金山湾区那样 因为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 背靠祖国背后的14亿人口的巨大的市场的机率 而旧金山湾区是没有的 所以香港之所以要重视创新和科技产业 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包括李嘉陶特首看到新兴产业 特技产业有很大的发展前例 可以帮助香港的经济更加的繁荣 施政报告事件是一个非常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过程 不仅仅涉及到经济的发展 还关系到社会稳定民生改善 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咱们不能单纯从施政报告的部分内容 来推断李嘉操特首的施政报告整体的意图 或者是他准备转向某点特定的发展的模型和模式 好的 那如果回到您的研究来看 您认为未来香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时 各方参与者政府也好企业家也好 还有哪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呢 也思考了几个目前还没有答案 但是挺开放性的问题 一方面呢就是粤港澳大湾区 尤其是香港的这些传统行业的代表 凭借他们旧有的商业模式 其实他们已经可以获得一些利润了 都赚钱了 虽然这两三年赚钱比较少 但咱们从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他们利润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他们未来是否还会大量的去投资 相关增弦比较高的新兴产业呢 这个就是我们去探讨 而且我们研究了这些传统行业的 年度业绩报告发现 他们即使才能以投资这种 粤港澳大湾区行业 新兴产业 在他们业绩当中 或者是他们的投资当中也是比较想打 想到新兴的 和他们的主业呢是根本没办法相比 更不用说 其实我们都看到投资创科产业 由于回报时间更长 风险更高 加上也 并不是这些传统行业的所上场的 毕竟隔行无隔散 虽然智慧是可以传承 但是成功不可以复制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传统行业去投资新兴行业 能赚大钱的好像没有多少成功的案例 所以呢 而且香港的传统行业 比较上场的是 例如房地产 酒店等等 又不是未来香港 或者整个越岗大王区 建设和发展的主要目标 因此呢 这些传统行业 他们手上 虽然掌握了庞大的资金 及非常多的资源 但他们未来 参与香港 或者是整个越岗大王区 创新产业的意念有多大 兴趣有多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更为重要的是 香港为了发展 是把这个创新科技 中主要的目标之一 这将改变香港 整个商业社会 商业发展的游戏规则 这其实已经严重理想到了 庇文体制下 传统行业 弃得利益者的利益 那么未来 你侵犯了别人的利益 未来会不会 可能会招致 他们的反击 这也是咱们的政策 特殊政策 在未来制定政策的时候 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好的 感谢梁先生 今天做客节目 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点新闻 也会继续关注 施政报告咨询的最新进展 为大家带来 针对性的分析点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 或者是下载点新闻的 应用程式 为我们按赞 我是张宇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